好,我们又是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的题目 你今次见到Density 基本上你见到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 见到Density,就是想起两条式,然后再拼了 哪两条式呢? 第一条没错,G就是gm over r² 第二就是Density等于mast over volume 而因为它是一个星球来的 所以它的Volume就是一个sphere的Volume 即是4 over 3πr³ 那我们就将那条式写了,陷入一次 对,其实有些同学研凡就喜欢背了result 但我经常都说,学生还是记个method,不是记个result 而且你认识的话,其实要陷入这个款出来 其实这些都不困难的 那你其实陷入了款之后,然后下来的 基本上就是濕数了 那濕完之后呢,你就会找回Planet的radius出来 好了,那你找到Planet的radius出来 然后就再继续问了 它给了一个surface的Gravitational field 然后它就问你如果它远一点 来的surface,即850km那么远 那在那里它experience的Gravitational field是什么呢? 留意这里也是它没有给Mast of Planets 我们也不需要Mast of the Planet 这个桥就跟我们平时用9.8的一条桥一样 就是列两条色 我们知道surface的Gravitational field 那其实就可以用GM over R2 列一条色,然后再列第二条色 就是说我们想知道850km以外的distance 那个情况,那我们就用一条新的色 把那个R加回这个distance 那就做回那个substitution 然后就再把两条色除了它 那就会找到的了 那跟着其实也是solve solve啦,最重要是留意一些 就是one over了,再除另一个色的时候 哪个是上面,哪个是下面 这个要搞清楚 那所以基本上你见到这条题目就是这样去做 那再一次去record 重点就是说 你见到density,见到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 就是用这两条色 然后你有地面的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 你就可以列这条色 去比较远离地面一个位置的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 是多少